其实刚开始我挺不喜欢柯比的 特别是在乔丹最后一次全明星 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为什么他就一定得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么特立独行的事情去抢这个风头呢 他那个三分把拖入了架石 没有让乔丹最后一次全明星完成最后一次绝杀 也没有拿到最佳球员 没有让乔丹大家希望的那个剧情去发展 中间他杀出来了 我觉得我真的很讨厌他 很不喜欢他 因为他的很无数次的绝杀 然后后来就被征服了 不可能完成的进攻他完成了 特别是他自己定位自己是黑曼八的时候开始 那更你会觉得那是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柯比了 我说你在想什么 你不是说打到40岁吗 看到那个消息 你感觉好像心里有那个准备 因为自从那一场 跟剑断裂那一场过后 他没有完整的一个赛季 一直在跟肩膀 他的跟剑都在做斗争 但是在真的在这个赛季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他有一点力不从心 所以当他做出那个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准备的 当然还是很有一点难过 特别是看到他说 他说当他突然发现篮球对他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说我一定可能要让你走 要拜本再见了 哇那句话真的是让我难过了好久 难过了好久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这个真的是只有这一次了 没有了 就是你花多少钱 你花任何的东西 你也换不回来 让柯比再回到NBA打一场 正规的常规赛的比赛了 其实我挺矛盾的你知道吗 我又渴望着去LA 去看他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呢又觉得时间过慢一点 因为就今天过后就到数 九场还是八场了 就很快就没了 就我又想去看 但我又舍不得去看 就特别的纠结 因为看完过后 就真的没了 我都不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想象 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能够那天在现场 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 去看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如果赛后有机会把他的鞋扒了 他最后一场比赛鞋扒了 然后带回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谢谢他给予我们所有的回忆 每一次决杀 他的每一座冠军 然后希望他能够 享受他的退役以后的生活 希望他退役以后的生活 也会非常的丰富 舞台或球场上 他毫不吝啬汗水 荣耀背后是凌晨四点的坚持 星光之下 有永不延起的梦想 当青色退去 他已是万丈荣光中的全民男神 虽年华一老 我们仍奉他为青葱记忆中的篮球信仰 他是李一峰 和我们一样都曾为科比 经验出年少的时光 4月14号 李一峰带你一起前往洛杉矶 完成向科比最后的致敬